我各新聞來沒有 考試新聞人物 我是電鋒儀 我是... 卑鄙人 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我我我 考試對啦 考試超紅 挖苦嘛 考試新聞人物 漂亮 我也想想一下 介紹我們今天三位來賓 我們的特別來賓修憲是這個 真的 人家說去青海出頭 有留下 留下就是國語 老老 大難不死 台南不死 台南不死 必要 要好 就是我們的音樂創作人李錦翔 李老師 音樂創作者 再來一個是沙槌作家 他現在都在大自然裡面 說過 這個是康林 你好 好 還有一個是台灣的 他也跟 乾上人 乾教授 乾老師 乾老師 對 對 是乾嗎 是啊 對啊 對啊 要聊乾 我們今天有一個選人叫簡香送 很難叫 今天他不是說粗爽 今天他要說文字 文字 台語的文字 對啊 但是如果你說 那個時候 當作乾神社 就要乾神社 乾教授 變成第一次 乾教授 對 不是變成乾教授 今天要說文字 我們上海說了一個 粗爽的專題 沒有 請有報索也跟我們批評 但是支持我們比較多 對 支持的大大部分 是 我們報索的文字 老師 他說你們那時候 只有安依娘 只有安依娘 他說到安依娘 安依娘 對 對 不夠親 他當年 他當年那個大師 因為他說得太嘲笑 所以就叫他來 教訓一下 安依娘老師 第二天他就出現了一個文字 啊 軟仔 名叫 安依娘 常叫人說話 我感覺也是 安依娘 這就是安依娘的反撲 對 他很厲害 先老師 文雅的台語 其實說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有影響 有啊 我看你們的卡本就是 青菜 青菜就是請菜店 要喝茶 喝咖啡 青菜 我們現在都講青菜水果 對 你是尊重 請你請你菜店 喔 青菜意思就是請菜 請菜店 對 喔 喔 所以請你由作 由你作決定就對了 我今天有庄永明老師 他說台語的館子都 台語館都黑白色 色的漢字都不對 他說要拚才贏 我們就要照起工 哪會行 都寫成起工 齁 起立的起 功勞的工不對 他說是叫祭工 祭工 祭律 祭律 所以鋼長的鋼 照祭工 哪會行 我們本來做人做事 就是要照祭律鋼長來講 對不對 以前是均均誠誠 復復之子嘛 不是嗎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照法律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才有意義 對 台語有很多這樣 譬如說你說你喝酒喝多少 我喝淡薄 喝淡薄 喝淡薄很好 以前賺這句也賺不少錢 打廣告的時候 那淡薄是什麼 就是淡薄 淡薄 淡薄的淡薄 淡薄啊 就是我喝一點點 所以喝的酒是很淡的很薄的 我只喝了一點點 就喝淡薄 淡薄就好 那我說這個事情 這台語言說 淡薄就是斟酌 對 斟酌 斟酌 甚至我們家裡的阿嬤 都會講這種很文雅的古典的語言 譬如說 所以 有時候在說 你做的比較淡薄 比較淡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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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 有啦 有淡薄的意思 做的事情 比較淡薄 嗯 薄薄也是斟酌嗎 薄薄不是 薄薄是薄結 嗯 就是說你斬那個竹子有嗎 你斬的竹子來用的時候 你要斬到那個結那邊 不然你說斬到中間段 那個就筆切了就不容易 所以你斬竹子 斬一瓣一瓣 你要斬到那個瓣 所以說你這個比較有瓣瓣 就是你要 你要計算 你不能太隨便 太不當一回事 所以他叫做斬斬 斬斬斬 就是說 你在斟酌嘛 對 那像我們阿嬤在煮菜 你說要加鹽 加多少 他說兩薄 嗯 兩薄是什麼意思 兩期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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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兩期約 兩期約 對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很文雅的話 也就說明說 兩期約是什麼意思 就是兩期約 兩期大約 測兩期大約 對 兩期約 對 不過這種 你不用說一湯匙 對 你自己斬照這樣兩期約 對 不過你說飲酒 要怎樣跟范子 要怎樣跟范子 我記得有一個歌 這首歌我們今天都知道 又多好你不知道 他在民國五十二年 是台東一個原住民 丹青文社 對 他原本的歌名叫做 鬆斬斬斬 就來喝酒 濕一個 濕一個鬆斬斬斬 這樣 他很開心 他說我很有創意 喝下去當然鬆斬斬斬斬 後來就沒收了 還不懂 呂金索老師 感覺這條歌實在很好 很可笑 所以就跟范子娘說 范子娘說 范子娘補題時 就出現一個水迷力 不是人唱也變補題唱 水迷力 下要好 下要送 我好你感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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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像可以了 喝酒 我好你感知 這樣就OK了 就稍微文雅一點 可是他用吸 這個很貼切 吸就是連聲音的感覺都算 吸是吸嗎 應該是吸吸吧 吸嗎 所以其實就是說台語 台語 他一個好處 除了說他是 因為大概閩南語也好 客家語也好 大概就是在唐朝的時候 使用的語言 那到了五湖亂華 他們就往南方牽引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唸唐詩不合韻 國語唸唸唸不合韻 你用台語唸很多都合韻 對 他的那個平平座座是用台語的 沒有 他台語有入生字嘛 你用入生字去唸鼓詩 才會格律 所以我們待會 公國回來 就要用台語來念詩 古詩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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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翔 可能我請教 你念郭詩進行用台語 我請教你 像我們有時候六八府你說 你用到這麼涼香 涼香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 其實有很多字我們都還 我們現在會唸 然後很多人講台語沒有字 其實這個話也是大有疑問的 為什麼 如果說台語沒有字的話 你看我們台灣有很多書院 那是他們在清朝 在明朝的時代 就在教詩巾 教倫語 那時候也沒有人講國語 可見台語每個字都是有字的 今天是我們賣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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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賣 賣賣賣賣就說台語沒字 這寫得很完蛋 那我想我先講一下 我們最容易寫錯的一個字 說這個價格很刺 很刺 大家都寫這個 這個刺是孰 對 是鬆 你如果說這個價格很鬆 我就是買一個價錢很低 你覺得很滿意 你怎麼會說這個價錢很鬆呢 所以這個價錢應該是什麼 這個價格很小 孰 孰的意思 窈窕 孰女 君子 好求 那個孰就是好的意思 所以我們是很客氣想 這個價格很小 你說這個價錢很好 喔 漂亮的價格 我們不是說它很便宜 我買到漂亮的價格 因為你講人家價錢低 人家會難過 我賣東西你說我價錢低 事實上你說這個價錢很好 對 所以 那為什麼知道它是賞 你看他說賞路 俗你 正念說賞 所以這個價錢 賞路 賞尾 對 俗就是好的意思 所以褲童你說這件事 我創造我妹妹 我妹妹名叫做甘俗 當時他出這個名字 去找漢文宣給他好的 就是說讚的 甘俗的 但是到外面大家說你很熟 要真氣 我這個名字是讚的 你怎麼說我很熟 就是這樣 甘俗 我們這跟老實說 她妹妹去找漢文宣來賞名 很多人都叫是台藝沒有藝 或是藝是現在變的 我今天特別帶這個 這是馮儀 你當我藝水找到 我招片全台灣 找200幾本的藝店 像這本是台政11年 喔 台政11年就是1911年 民國11年 民國11年 對 90年前 這個政策 像五音 它全部是台藝的藝店 流邊球去 第二波他政業是英文宣出現 所以如果說 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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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坤姐 拜託 你可以一隻一隻讓大家看 你量大家聽了嗎 來 我這個對這裡 我給大家看 對這裡 我們台議有藝店 有藝店 我們有生母 運母 生母運 生運調 你再慢慢翻 我先解釋一下 我們是用反切來求音 所以為什麼可以車同文書同軌 不是 書同文車同軌 可是各地方言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共同用同樣一種文字 就是靠這個反切音 全部用反切的 所以你看天是他間切 所以上字求其音 下字求其韻 所以變成特一安 如果你是念國語的人 你就會念什麼 他間切就特一安什麼 天 你是用念台語的話 特阿他這個念什麼 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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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就會念天 他 金 你今天是講廣東話的人 是不是還是念他 這個念金 金 他 金 念什麼 金 金就是天 所以你是廣東人 你用這個字你會念成金 但是這個字的意思你完全可以了解 你是念台語的你會念成天 他 金 天 那是國語的就是他間天 然後廣東話就是他間天 他間天 就變成天 男的語美人果然是國文老師 他現在不管是廣東話台語 國語其實都是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為什麼地大物博的整個的中國 可以書同文 發音都不一樣啊 照理講 會發展出 可是其實每個地方還是發展出不一樣的一些字 比如說廣東話有一些字我們就是不熟的了 OK 那毛啊 葵啊那些的 那個就我們不熟的 還是會有一些字不一樣 可是大部分四書五經通通可以讀 這字是有分文特音到白話音 如果文特音是全部議員都一樣 讀音 譬如說我現在跟你問 天上美人你怎麼說 天上美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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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絕對不能說天上美人 他是比較正式的成語 所以你就要用文特音來幫他 文特音是天上美人 但是白話音有時候是我們主演發生的 他剛才有一種情緒的方法 他沒有好 他就主演發生的 主演發生有的無疑 有的無疑 所以你如果說文特音 像剛才的語美人的國文老師 很專業 我不會說他都說了 不是 我大概知道是這個意思 對啊 所以我們台語也是一樣 也是有反切 有聲母有文母 生母有孕母去切 有生母 然後有孕母 劉冰球去台北那前去 那當初那個康熙字典的時候 我們要這樣子唸一下 就有統一 來 字組它有八音 就是這幾個音都是我們的字組 那有30個字 君、減、金、鬼、家 有沒有 你有發現都是歌的音 所以台語可以保留中原古音 就是因為現在的國語 很多歌的音都變成雞的音了 所以國語都變成雞開頭的音 你看這個國語念什麼 君、姦、金、鬼、家 有沒有